酸糕没调的 这个有点大 大家好,我是酸糕 下班回来,在菜市场买一个白粒 5斤多重啊,35块钱 来做个红烧鱼哈 我是四十生 我是四十生的 因为食势 两个小管 可以买成一半 受得转松 在这边 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匿泡 吃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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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从小到大叶子感受到 现在你们都五十多岁了 让你们不要住了 你们还偏要住 反正从卖住的嘛 就都争了啥 你弟弟现在在做处理了 反正也是嘛 好像有块期末考试了 然后平时他回来 你们不要说他 老实说他 我是怎么住啊 但是你晓不晓得嘛 像我的小时候啊 一直就很自卑 开家长会都不敢让你们去 你说多了弟弟也不好啊 你看他的性格 也跟我一样有些孤僻 好慢点少说 反正我们家的两个人 性格都很乐一下 经常我们在工地上 一样到处都是为了增强 缺少配一般 缺少沟通 其实你们这里都好的 都没了啥子 来干一杯吧 好 干 装碗饭 我们下班为了 吃的米饭呢 填饱肚子 实在一点哈 爸爸你也有啥子想说的哦 这有没有啥子啊 赶紧我们还是做愧疚于你们的 有啥子好愧疚的嘛 好像我们彼此啊 把心里话说出来就好了 好了快点吃 这鱼还有这么多哦 可以吃哦 这鱼多好吃的 这么大一盘都要把他吃完 你们吃吧 你们吃饱了哦 你们吃饱了 好 好 放一杯 反正这么多粮哈 你们也不用愧疚啥子 作为父母 你们这年纪特别特别好 我们找父母的 都是应该的 来 同一杯 好 今天视频就分享在这里 谢谢大家支持我们一下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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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